華開會 請各位議員繼續發言 我們下一期 李基北議員發言 主席 縣展 秘書長 各個是主管 各位同仁 大家午安 針對今天的縣政總質群 我想縣展散任 縣展就是競選 前五年的競選 第一個政見主軸就是 馬祖的交通 推動馬祖交通 而且馬祖交通就是 從他手裡說二次革命 我想他二次革命 我想在這邊特別請問一下縣展 你二次革命的交通 在你任內這五年 你覺得他的分數該打多少分 你的二次革命有沒有成功 你現在競選連任 會不會有第三次的交通革命 把馬祖的交通 總推向一個是什麼樣的境界 主席財事請縣展做回答 有關本席提的第一大點 請嚴信長答覆 謝謝李議員的指教 我想之所以說二次交通革命 我想當初我們馬祖人一直開始 期待說有一艘自己的床 然後有飛機 有一艘床是二艘床 這個跑了 可是這艘船真的在馬祖搬了我們 這十幾年來 對馬祖的交通 海上交通真的是貢獻不少 這是海上交通的部分 另外一個空中交通的部分 我們開始的時候十九人做 就是有 只是有而已 那後來當然持續改善 我想把從整個馬祖 我們各級民意代表 為這個還有地方政府 為交通改善所付出的 這些過程 我們把它稱作 第一次的這個交通革命 就是從沒有到有 然後呢從有到好 我算是稱第二次 第二次就是我想 最主要的 在我個人來講 當然有一艘新的床 來取代現有的台馬輪 本來是想說一步跳過去 把全世界最先進的 具有競爭力的 但是客觀環境不容許退而求幾次 所以說現在有一艘 我們的新台馬輪 台馬之星在建造 但是我覺得這個對 將來馬祖的交通 雖然有改善 但是還不夠 還不夠 應該還有第三次 或者是第三次的精進版 這是一個 第二個空中交通的部分 我想從北岸集團也好 南岸集團也好 開始的時候都是牧師集團 然後到北岸集團的飛金雀一降 到去年三月開始 實施的南岸集團一降 當然這裡面還是受到一些限制 我想對於這個馬祖 在這個海島上面 它主要是靠空中跟海上 跟外連接 交通是最重要的 那目前這樣子的交通 其實跟過去比起來 特別是從民國八十年 我們那個時候訴求來看 其實是已經達到 甚至於說超過 但是從整個將來的眼光 甚至目前的眼光來看 我們覺得是不夠的 所以說我們才會想到說 還有更進一步的 交通改善的需求 這個也是我之所以 要競選連任的一個動力 如果說我對目前 這樣子感到滿意的話 其實我可以不要選了 可以回去休息了 那現在你覺得你的二次交通革命 算是成功的 應該是這樣子講的 就是我們從設定的目標來看 它是某程度的達到這樣子的目標 但是跟我個人的理想來講 它其實還有一段距離 那我希望 我們也希望全體 我們相信也希望我們現場繼續努力 有關從交聽 我想很多現場上是說 怎麼樣讓馬祖交通更進一步 從 怎麼樣讓交通變回四溪機場 這個部分 我們從現場的工作報告裡面 你的施政報告裡面 看得出來 你們現場是想說 從馬祖國際觀光度假村 整體的規劃裡面 出發 爭取到 你看你現在爭取到 大概有三千多萬嘛 觀光度假村的規劃 世襲的機場 北干跨海大橋 爭取了總共三千多萬這個金會 可是現場你們想 大家相信很質疑 你爭取 目前只爭取到 就三千多萬的金會 可是從五月份 一直發飆到現在 經過四次都流飆 都沒有辦法飆出去 為什麼 而且這金會 三千多萬來說 不是個小數目 再相信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數目 為什麼到現在 你現場空有這樣子一個理想 你怎麼樣去實踐 謝謝李議員 我想是這樣子 國際觀光度假區 對馬祖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 從來沒有過的機會 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中央政府 開始的時候 他認為說 你不能只提出公投 把剩下的問題 都丟給中央政府 所以說他要求我們 要有一個整體規劃的建議書 因為中央這個要求 所以我們跟交通部 所屬的單位 去爭取預算 因為交通部 覺得這個數字太大了 所以說我們分別 跟三個單位去爭取 爭取了以後 把這三個案 放在一起去招標 那最近呢 大概前天 已經在台北完成招標 已經完成招標了 我想因為在國內 因為這些規劃 很多都是新的 所以必須去整合很多的工作團隊 也其實是在中國的規劃 很多的工作團隊 然後我們只是在客人 這個工程中的 這就是 如果他們就是說 這個工作團隊 試騎跑道可以可行的話 如果中央願意撥給金貴 讓我們北綱變成試騎機場的話 我們其他的可以不要嗎 我要跟議員報告 就是博弈部分我們可以不要 如果我們經過博弈這個手段 我們只要試騎機場達到了 我們那個可以不要嗎 我要跟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是評估 評估這個是蓋機場所必須的 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 一個是設計 當時中央幾個案子都沒有碰到這個 那後來我們逼得中央在我們通過公投之後 必須在政策跟給錢之間做一個選擇 那當然這個行政院給的這個政策 就是讓博弈裝法在行政院通過送到立法院 現在這個案在立法院 這個也承蒙議會同意 我們13號開始接受要請參加政策協商的一個表達機會 這裡面是這樣子 如果說可以又可以要到市市機場 其實賭場要不要都不重要 都無所謂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 但是呢 那個賭場是一個過程 過程我們把市市機場要到其他 就是應該 他已經給願意給我們規劃會了 我想 後來應該是這樣子 規劃的結果 如果告訴你這個機場要200億300億 中央不會出這個錢 也沒有這個錢可以出到最後 還是要回到國際觀光度假區 這樣子一個區塊 國際觀光度假區 產商也不可以拿出300億500億給我們蓋機場 還不是他們一定要從中央貸款來興建 不是這樣 中央如果有錢他就不去這樣做 我要這樣講 這個國際觀光度假區 然後含博弈在內 雖然只有5% 但是這個如果沒有5% 他不能吸引投資 那這個投資的金額很大 如果說這個廠商 他要把這個錢投下去 他要想到他能不能回收 那回憶的就是說 他必須要把交通同時一起改善 本來交通 交通本來是政府的事情 但是現在政府也容許民間可以投資 就是在這樣子的機制之下 等於說我們把國際觀光度假區的開發 跟以市溪機場這個擴建為核心 馬祖要走向國際化 要跟外面接軌 我想空中交通 特別是一個市溪機場 我所謂的市溪機場 他是講一個長度 另外一個應該嚴格的說是市溪的精確移降機場 因為這樣子才能夠把天 不受任何天候 不是不是不受任何天候 那個不是天候的不會 天候降到最低啦 對對對不會那麼影響到那麼大 就像我們台北松山機場 一般不是那麼濃霧之下幾乎都可以飛的 另外我要再 因為剛剛既然說議員提到 我想馬祖這個地方很特殊了 除了空中以外 除了空中以外 從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 其實海上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目前我們所處的地理位置 除了地理位置 以前來講 我們在小長通 比如說跟馬尾的距離太遠了 然後呢 跟台灣之間的空中交通不方便 造成了我們小長通落後 但是將隨著周邊環境的改善 跟我們的努力以後 這個距離會縮短 這個有可能替我們 爭取到有利的競爭條件 比如說馬尾跟南起之間的大橋通了 通了以後 如果說將來我們有機會 直接到南起經過大橋到湖州 那這樣子相形之下 這個時間距離會縮短很多 如果再配合我們高速的床 有可能我們重新取得小長通的優勢 我想這個是海上的部分 當然海上部分除了這個兩岸以外 比較迫切的 我覺得我們跟東銘之間 另外 剛才我們講到台馬之星到位以後 到位以後 其實它是現有台馬輪的改良版 當然會有一些改善 但是呢這個時間 縮短的非常有限 所以說我覺得應該還有一艘床 可以同時讓這個時間縮短 作為跟新台馬輪之間的互補 來補足我們海上交通這一塊的不足 當然縣展的理想 還有我們的施政政策 只要能夠做到讓馬祖的交通越來越順遂 這是我們鄉親所要的 我想縣展應該 你所有的施政目標 以鄉親所需要的努力 我想會得到鄉親肯定 就是剛才講過一段 我現在就是說回歸 如果今天我們觀光客去年 觀光這樣子 國際度假村這個比較遙遠 是請慢慢後面現場怎麼樣 這次去爭取 當然有 爭取到有 我們是期待 因為那條路畢竟是比較殘遠的 我們希望未來 在我們本縣目前 去年是觀光人數大概15萬3下 今年可能略行下降 不會有這麼多 可是我一直要我們觀光局現場 要觀光局我們努力的 既然我們觀光路 我們要以觀光力線 我們希望把我們的基本的 基本的 我講過了基本的 比如說我們15萬的人的量 連齡層需求 做一個類似觀光連鑒這樣子的 研究做一些研究 光客客進來 這些人對我們馬祖地區 怎麼樣的一個形態 怎麼樣他會喜歡 我想他一年的產生經濟價值 這個馬上 我想看到台灣很多 大概500 一年譬如說觀光是600萬人 有產生多少經濟價值 消費年齡層是多少 這樣子 一個 我是覺得我們可以做研究 可以做這方面的分析研究 我們這邊不是有民產大學 那個民產大學分班嗎 這樣子一個科系學者 我們把這個議題丟給他 至少一年 我們有補助學分嘛 補助學分 你補助學分 幫我們地區做一些這些觀光 觀光的流量 觀光的人的成長 成長下降他們的需求 我想這個分析做好了以後 我想這個都是一個未來配合 我真的有一天走到這樣子 對我馬祖絕對有幫助 我希望縣長 因為走到今天 我希望縣長能往這個方向來做 有沒有問題 我想齁 對於觀光客 他所佔的年齡層 或者是歸屬 我們可以直接感覺到 早期都以年齡比較大的 對 但是呢 不以團為主 但是現在比較可惜的現象 可惜的現象就是說 背包客 個別客 他佔的比例已經超過一半 那這個其實對我們促進觀光 正面效果很大 為什麼 因為透過這些人 特別是現在這個網路非常發展 他來了以後 他把看到好的 他的感動一直傳播出去 會吸引更多的人來 所以像這個今年夏天 這個丟一個藍眼淚這個議題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來 我想這些 很多是背包客 或者是這個 騎摩托車的這些 連青城的 現在你不覺得這樣子觀光客 連青城的增加 我們更要珍惜 怎麼樣讓連連青城的去發揮他們 網路的力量 所以說我們的軟體啊 軟體的設備 這些觀光的你看相關折業整個 折業一年 譬如說我們景點換新 路線的改變 每一年要推出 我有時候還看到觀光客 還拿好幾年前的 他問我 我說改變啊 是不是 我是覺得這個好多我們的訊息 相對的他們來的 我們的訊息 基本的就是觀光這種配套的訊息 一定要更新 一定要跟著走 我想是這樣 這個是我們目前政府能夠做的 而且不必花很多錢 我們整個來講 其實我們還處在觀光起步跟莫索階段 但是呢 憲長 如果這樣子說的話 對我們觀光可能是 有一點傷害 應該這樣子 我是覺得我們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要 尤其風景管理處 政府中央一年 發那麼多錢 怎樣跟他們配合啊 對不對 我之所以講 莫索階段 比如說很多人剛剛投入這一塊 他並不是專業的 但是他只是透過短期的訓練以後投入 但是這個觀光的成效呢 我們可以從一些民間 民宿也好 旅館也好 他的需求 我們來看出這個願景 那基本上我覺得說 就跟議員剛才講的一樣 應該是不斷的 對 更新資料 然後這些觀光從業人員 也要不斷的 不斷的自己 對對對 自己成長 這個獲得新的資訊 把這個資訊呢 回歸到這個職場 然後這樣子的話 不斷的更新以後 對我們觀光才有 人員不斷的訓練 你看看你不管現在 在我們的觀光局 在國家分離處 最多有個英文的導遊 英文的這個翻譯員 幾乎日文啊 甚至於更高 更多國家這些人員 就觀光的解說員 這種多多多語言的這樣子 人員配備都幾乎都很少 我想 從廉江縣政府 是零 風景管理處好像 一年一聘的 那個是平場辦業務 也幾乎是沒有 這對我們觀光立憲來說 這樣子基本的配備人員 都沒有辦法做到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真的我們要檢討 應該是這樣講 這個市場 市場會刺激需求了 如果我們的遊客量到一定 然後或者是說更多元以後 這些從業人員就會進場 進場 那這個整個會刺激 這些觀光的 從業人員的素質 對我也希望政府 不管是政府做民間做 政府的立場先行要輔導 輔導民間 我想政府先做 站出來輔導民間 就像你看現在民間 北竿往往的交通船 政府輔導民間以後 有自己 兩個 互相競爭 所有鄉親 就覺得 哇非常好 現在服務好 票價 我們也不希望 只要你服務好 我們也不希望 你消價惡意競爭 良善 競爭 這樣子對整個 整個觀光 整個服務的品質都提升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現象 我也希望 呃 除了現場大方向 小方向回來 我們自己的 自己地方的 配合觀光 最基本的這些 一定要建立起來 呃 如果現場還有機會的話 我想後面觀光局長 從 裡面我們工作人員 不管怎麼樣 你去 配合 往這方面做 每一年交出一點成績嘛 工作報告的時候 至少欸我看 今年十五萬 產生的經濟價值多少 年齡成多少 怎麼樣怎麼樣 帶動多少 欸我們一來 光客一來就可以看到 欸 這個基本的 基本的這個 這個 數字一定要出來 好不好 觀光局局長 這個部分我想 應該不是懶啦 現場 這個部分我希望 你們團隊 能夠繼續努力 我想齁 其實 這個是必要的 對 只是說我們在開始的 過程裡面齁 這方面齁 沒有同時做 其實很多 我們看到 現在趕快做 我覺得趕快做 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齁 大概是 從光額進來以後 一個問卷出去以後 問卷 就可以從問卷裡面 我們 找尋我們哪些東西 要加強了 這個當然 這個可以委託學術單位 對 委託來做資訊的更新 這個非常重要 好 現場謝謝請坐